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来 过来 馒头 我知道你今天半点米都没有下肚 吃吧 为什么不吃 我想留给松他们吃 能够为朋友着想果然有义气 我才没那么伟大呢 我只是吃不下 够谦虚 难得难得 我没有看错你 你和无相结下梁子 这些日子也够你瘦的了 师父 没什么的 凡事能以平常兴侍之 果然有慧根啊 天将将大任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我只是 怕有心 无力啊 凡事 最怕缺少意志 只要意志不灭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你千辛万苦的来到少林 不可能深入宝山 而孤生毁的 始终 是血肉之躯 无相在 能够强壮你的五脏六腑 保你受用无穷 师父 能教我武功了 我从不轻易教人武功 你是无意中看到我练习的 明白吗 对 无意中看见的 对 就是这个样子 慢着 师父 你教我的是 易经经 还是洗髓经啊 这个你不要理 只要尽心听就可以 双手朝天举 起程 安 好好 好好 真好 好好 好好 好 好好 秦哥 来 来 嗯 好好好 秦哥 摔 七哥 喝茶 鸭操苏 你真是个马屁精 七哥 你真了解我 我查过诗书了 我前世 经世 后世都是个马屁精 失败 失败 鸭操苏 你真没个性 没有个性 这肯定当然就是我的个性了 七哥 您慢用 快点 快点 你怎么这么慢 不好意思 快点 快点 你的 这是你的 我先进 黄飞鸿 黄飞鸿 你屁股的伤势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说话小心一点 等等 别急 别急 干嘛 我只是关心你屁股的伤势才多自疑问的 怎么 你不高兴啊 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咱们先去洗澡 咱们先去洗澡 你们两个在这等我 好 绞心掉了坑里 淹死你 苦 С fait snow 哇 这么多人哪 都是那个王八蛋 tiñe эн're 给他们耽误了 糟糕 牙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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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有你在 那就太好了 没人 没人 我们一个喜欢一个咱行 对 你可真尽量多不做我们占位子 起来这么多人哪 怎么搞的 鬼叫气 你要洗澡啊 那就等着吧 等到你洗澡的时候有水没水 那就说不定了 肯定没水了 真的吗 牙刺素 这怎么办呢 七哥 我这里有啊 我这什么 说什么 真不好意思 我要洗澡了 你们就慢慢的在这等吧 不过我们这么多兄弟 要一个一个轮流的洗 到时候要是没水了 这可是说不定了 是不是 是吗 走 让开 过来 来 来来来来 鸭哥 你对他们可真好啊 真好啊 真好啊 好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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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恨死你 我没你这个朋友 我 我 牙刺素朋友多的是 少几个又何妨 我们去洗澡 嗯 好狗不挡路 杀人了 杀人了 他们既然不把你当朋友 那就是你的敌人 你要记住 对付敌人绝对不能有半点怜悯 当然 你当我是朋友吗 当然 好 朋友之间最重忠诚 如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 这 这 嗯 杀人了 是敌是友就看你的了啊 我看你是把我当朋友 还是当敌人 这全都看你的了啊 杀人了 这麻痹精 阿鱼奉承就是他的本性 我们一直把他当做好朋友看待 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所以说啊 童油罐子无二用 这句老话说的太对了 我刚才看到杀人了 把他当着 viele povo 对鬼角气那张 仙魅的嘴里 就想到那些太監 宮公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哇 好爽啊 好爽啊 是啊 好爽啊 好爽啊 七哥 哦 怎么样了 好 这下我们有好戏看了 哎呀 我的屁股啊 哎呀 我的屁股啊 哈哈哈哈 哈哈 雅特苏 坐得好坐得好 你记住 他们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 是你的敌人 哎呀 是是是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的兄弟了 哈哈哈哈 走走走 慢点 慢点 我的屁股 慢点 轻点 轻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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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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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非红 你的屁股不碍事儿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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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碍事儿才怪呢 那些辣椒面可真厉害啊 你屁股成的厉害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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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天吧 对对对对 不能休息啊 如果不上课的话 无相视播会骂人的 哎 慢点 慢点 别着急啊 小心屁股 哎 快看看 屁股开光 那个人来了 屁股穿的老包 小鸭子 哎呦 哎 怎么了 黄非红 被辣椒面烫屁股的滋味不错吧 黄非红 吃香点 就不要跟我们斗 要不然呢 你的屁股还要受罪 你说什么 说 别跟他们说 咱们走 走 慢点 明明是他放大辣椒面了 干嘛不跟他争 就是 咱们无凭无据 我相信他也不会承认的 好兄弟 干得好 对我果然重心 哎呦 慢点 小心 小鸭子 小鸭子 哼 虚菩提 鱼翼云合 如等物卫如来做事念 我当度众生 虚菩提 莫做事念 何已故 时无有众生 如来度者 若有众生 如来度者 如来即有我 人 众生 受者 虚菩提 如来说有我者 师父 你看黄卫红在干嘛 屁股 卫红啊 你太不强化了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听经 只有你心不在焉 我不是心不在焉 我的屁股 你还说 论经堂乃是庄严之地 哪容得你嘴里不干不敬的 啊 让你们上论经课 就是想教你们如何修身养性 我一直看着你左摇右摆 你在划船吗 对佛祖不敬 今天晚上罚你不准吃饭 不是 我的师父 非红他不是对佛祖不敬 只不过他的屁股重痛难当 所以才左摇右摆的 你说什么 上司执行以后 事隔这么久 你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吗 师父 非红的伤口本来已经愈合了 就是他 把辣椒面放进非红的苦当里 所以非红的屁股又弄伤了 他说的是事实吗 没有啊 师父 你平时教我们要慈悲为怀 这么恶毒的事弟弟怎么会做呢 说得也是 他说我就是他 你看见了吗 师父 我跟你说过 是徒劳无功的吗 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我把辣椒面 放进黄飞红裤裆里的 那就问问其他人吧 你们有没有看见 我把辣椒面放进去 有没有 没有 亚察苏 你是黄飞红的好朋友 你一定不会偏袒我吧 知道就说吧 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 知错能改 善莫 我大 大师 您都听见了 你能够在佛祖面前忏悔 说明你还有悔改之心 只要你向飞红说出事实 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不行 我不能跟他说 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我怕终有一天你会被压死 压死 罪孽就像一块大石头 你把罪孽压在心里 就像把大石头背在肩上 背得越久就会越累 直到你精疲力尽的那一天 你想放什么都立不从心 最后只会被压死 再唱歌 一辈子被罪孽压着 走路被压着 吃饭被压着 睡觉也被压着 没有一点人生乐趣 不行 我要向飞红坦白 说说真相 一辈子让大石头压着 我一定受不了 什么大石头 你刚才说什么受不了 没什么 这么着去洗澡 飞红呢 飞红真可怜 昨天被鬼脚吸那么一气 伤口更加严重了 连水都沾不了 更没提去洗澡了 真的这么严重 师容 其实 没有让我抓到加海飞红的那个人 我一定把他的皮 拆他的骨 炒他的筋 喂狗吃 对不起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你洗澡吧 我先走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要做人肉包子 也不要被大石头压死 我怎么办 他一个人 就能打几十个人 知道吗 梁宽 他这个人平时比较善良 我先告诉他 对 你想到吧 于是那些山贼把他叛徒 用那么大一块石头 就给砸扁了 你知道吗 雅哈苏 你好你好 你好 来来来 你刚才在说什么 梁宽派对我说山贼对付叛徒的方式 对对对 坐坐坐坐 坐 这些事是我爹亲眼所见的 那么大一块石头 把人给压死 会不会有点残忍啊 这哪算残忍啊 像这种出卖朋友恩将仇报的人 就应该咔咔咔 把他剁成肉酱 啊 还有剁成肉酱 雅哈苏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呀 没有没有没有 我哪有什么事 我想起来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得去 失陪了 听我跟你讲我爹的故事怎么样 不行不行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一定得去 好 好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 头死了 我的屁股 头死我了 看来 我做人肉包子的命运是逃不掉了 我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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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你别动 把伤口弄疼了 哎呀 你哭汤里的辣椒面 是 是我放的 算你有胆量向我说 把石头放下来吧 已经放下来了 舒服多了 我是叫施荣他们把石头放下来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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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们还是别吓他了 好像我们真的要打死他事的 那可说不准 如果他不说实话的话 我就打死他 这么说 你们都知道真相了 是我告诉他们的 师傅 那之前他们 是我吩咐他们故意这么做的 这次你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承认错误 勇于面对 这才是最大的勇气 你做得非常好 你不再只会 只能嘴上逞强 而是一个 一个勇敢的男子汉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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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阔啊 世荣啊 我有话向你们说 来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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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做好了没有 下午客人要来取货的 马上就好 你是不是忙糊涂了 怎么把钮扣钉在这儿啊 我这是给客人备用的 备用 对啊 什么备用啊 你说啊 客人买了一件衣服 可如果掉了一个钮扣 他又找不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配上 那么整件衣服不就浪费了吗 货都卖出去了 你还管他那么多呢 浪费最好 再来买件新的 那我们店里的生意不就可以多做点了吗 话不能这么说 做生意吧 还是搅大实地一点 你看你这死脑筋 就和你的名字一样 老老实实 像你这种人 一辈子也别想发财 纳兰公子 怎么一个人逛街啊 正好路过 进去坐一会儿吧 不了不了 你怎么了 自从上次舞会以后 就一直没见你去找十三亿啊 十三亿这阵子正闲着呢 不知道多寂寞呢 是吗 当然了 最后上了少林 齐英又去外地办货了 我最近比较忙 过阵子再说吧 呃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哎 记住啊 急不可施施不再来啊 难道我们哪能看 你那么窝囊吧 连一个官夫也不如 我们齐英 我与你不共戴天吗 为什么你老是跟我过过去 少爷 擦擦汗 来 消消气 少爷 请恕我直言 虽然我不是什么情场高手 但是对付女人 我还是有一两招的 正路行不通 咱们可以走快捷风势 给那个十三亿下点民药 来个先战后奏 倒了 你给我听着 我纳兰康绝不会勉强别人 尤其是我心爱的女人 滚 你不肯定会我 你怎么不肯定会 我是说不肯定会 专家人人都会吃热的 有点不肯定会 我都高气爽 出去以后可以采集标本 学到一些自然知识 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其他的暂且不说 这次的安全问题我已经放心不下了 不碍事的 上次我的他们去郊外写生不也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吗 上次你是在广州境地的郊区 当天就回来了 可这次要在那过夜 那不是正好吗 锻炼他们的胆量独立性了 想我这大不列颠的时候 你别动不动老拿你在大不列颠的事来压我 这是在大清国 况且你又是个单身女子 带着一批孩子 这怎么让人放心的 馆主 我 戴老师 不是我故意为难你 孩子们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我真的担当不起 我想你恐怕也担当不起 戴小姐 纳兰先生 副关主 回去我能帮上这个忙吗 太好了 原来纳兰先生你在天下山有一套别墅 那样的话我们的住宿问题就解决了 关主 这下你该同意了吧 还是不行 为什么 住宿虽然解决了 可是一个单身女子 还是放心不下 这 副关主 如果你放心我的话 就把十三姨和学生们的人身安全交给我来负责吧 那你的意思是 我跟他们一块去 这是个好主意 有纳兰先生陪我们一块去 管主 你总得放心了吧 有纳兰公子陪同 那我当然放心了 只不过陪这个孩子上山 我怕你会觉得无聊 不会 前阵子比较忙 最近正好想找个机会去穿上三子心 那这样的话 管主你就同意了吧 你可别把我当成一个不同情理的人 只要能确保安全 我肯定同意 不会的 谢谢管主 嗨 山姨怎么样 十三姨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来看看你 你怎么样最近 我这两天约好纳兰公子一起去天峡山郊游 你跟纳兰康 是啊 孤男寡女的 你们进展可真快 你说什么呀 我是和学生一起去的 是拿学生当幌子吧 人家纳兰公子是为了保护我和学生的安全才一起去的 你这个人哪 老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君子也是人哪 陪着你这么一个可人 圣人也 没事吧 你看看你啊 整天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天都惩罚你了吧 才不是呢 我只是得了外感 老板娘 我给你熬点药吧 没事 你干你的去吧 不费事呢 你说不吃药这 这怎么能止咳呢 我去熬药去啊 哎 这个人看起来还不错 有没有考虑过啊 怎么可能呢 他呀 就是一块木头 你踢一脚才能动一动 我跟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哼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大家动作利落点 别那么磨蹭 好 别的 他妈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我 趕回去吧 谢谢少爷 少爷 看来你心情不错 我要去广州底线 我要你办的事情好好办啊 少爷 您就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您办的妥妥当当的 你们来到少林寺已经有一段时间 每天砍柴挑水沉中木骨 凡尘俗事也应该抛掉不少了吧 是啊师父 我们已经练到无欲无求了 什么时候教我们武功啊 教武功不是时候 今天就是要考验你们勇气智慧和你们的身手 怎么个考法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有谁知道这句诗文的意思 我知道 意思是无论用什么方法渡河 只要能修成正果 小城也好大城也好 渡己然后渡人 能登达彼岸便是成功 得见如来 说得好 罗汉堂达摩堂这么多弟子 只有你武姓最高 师父过奖 既然得登彼岸才得见如来 今天的考验就是考你们能否渡河登岸 师父 这有何难呢 从那个桥上走过去不就可以了 说得轻巧 既然是考验就不能走桥 那游泳可不可以 不行 师父 那我们撑船行不行 不行 师父 那这样不行 那那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就是等你们各显神通 那么跳过去都可以了吧 物失为一个好办法吗 师弟 你说呢 这么宽的河水 要跳过去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知哪堂的弟子先成功渡河 鬼角戏 在这里面 就说你的功夫最好了 倒不如 你先试试吧 鬼角戏 师父 我还没准备好呢 嗯 今天你的表现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弟子没用 给师父丢脸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渡河 怎么说 你是没有把握了 弟子一定会努力的 哼 努力 那就是没把握 自从我掌管罗汉堂以来 就从来没有败给过达摩堂 这次也不例外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 好 明白了吗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多谢师父提示 提示 我提示你了吗 我提示你什么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弟子明白 罪过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别再埋怨了 埋怨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最主要是想办法 我们达摩堂不能输给罗汉堂 就怕龟角七他们先想到办法 我们岂不是被他们骑在脖子上 就是 肥虹 看龟角七那副自信的样子 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他不会是想到渡河的办法了吧 他不会那么快想到办法吧 怎么会 怎么了 担心得连饭都吃不下了 别白费心机了 你们是逗不过我的 我不相信 你那么快能想到办法的 那你们明天就看清楚吧 到时候 我会在你们面前好好表现表现的 我们走 走 快 待会儿花园见 雅超出 快快快把饭给我拿过来 来了 怎么还不来 我来了 我来了 雅超出 哎呀老大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们等了很久了 我为了不让他们发现了 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 哎 鬼角七是不是想到 用什么办法渡河了 大概是的 他居然这么聪明啊 他哪有这么聪明啊 我猜啊 是无相大师告诉他的 嗯 我亲眼看见 他跟无相大师进了禅房 他出来以后 就变得是有成竹 这不是 私相授受吗 嗯 这分明是作弊嘛 唉我不说那么多了 被他们发现的话 我就完了 我先走了 你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去吧 鬼角七 哎呀 怎么办呢 我看这回是输定了 这也没办法呀 他们有无相帮忙 我们只能靠自己啊 我们不要放弃 一定会有办法的 哎 我有办法了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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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好 你们好 你们好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嘴甜了 我们想作合 什么想让我把案底偷给你们啊 对 对对 万万使不得呀 居然让我帮你们作弊 这 真是太不像话了 哎 师父 别着急 我有办法 师傅你去那边 好 走 嗯 轻微和物 只叫和尚 动翻心啊 嗯 追过 追过 怕了 跟我来吧 哎呀 耶 太多成功了 太多成功了 这 渡河的玄机就在这画中 哎呀 这只不过是达摩祖师一尾杜江的话嘛 是啊 哪有什么玄机啊 师父 达摩祖师武功超凡入圣 才能一尾杜江 我们只不过是凡人 怎么能跟他相比呢 哎 师父 师父 你是不是在捉弄我们啊 嗯 你们看不出玄机 只因悟性太差了 哦 悟性 为师的 也帮不了你们喽 你 说得好 千百万就是 哦 你 你想什么 想害死我 哎 你不是说我们的悟性太低吗 所以我叫全寺的人都来参透 你 哎 师父 你是得到高增啊 怎么能发怒呢 这 哎 哎 真是 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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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争本无异 东风送上天 你们仔细的看看吧 嗯 这是什么意思啊 飞红啊 好好的看吧 嗯 哎 哎 哎哎哎哎哎 会不会是让我们坐着风筝渡河啊 哎 哪有这么大的风筝啊 就是 师傅 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啊师傅 啊 师傅啊 啊 师傅呢 我们我们是不是中计了 中计了 走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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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风筝本无异 东风送上天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哎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啊 啊 飞红 哎 什么东西啊 甜鸡饭 甜鸡饭 好吃吗 嗯 嗯 嗯 家少林寺每天都吃青菜豆腐之类的 难得这一餐有肉吃啊 嗯 真是人间极品啊 哪有那么夸张 只不过是一碗普通的甜鸡饭嘛 这个甜鸡呀 只是看就已经爱不释手了 嗯 早知道你爱吃 我就多煮一点了 哎 你能煮多少 我就能吃多少 可是 捉甜鸡比较麻烦 捉甜鸡有什么麻烦的 我帮你一起捉不就是了吗 啊 好啊 那我们俩合伙 你捉我煮 煮一大锅一块吃 捉住没 在那在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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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我也不知道 找找 哎 在那在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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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它跑掉了 嗯 嗯 我明白了 太好了 原来是这样 明白什么啊 我想的办法都喝了 原来是这样 嗯 是里面的玄机 就是一个戒子 风筝 是借东风送上天的 我们要是想渡河 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借外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想到了 你在说什么啊 人机 对 我说什么 你不想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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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水 嘿嘿嘿 你这扣子怎么开了 我拿这碗 小心着凉啊 以后自己要系扣子知道吗 知道 大小姐 你可真喜心啊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为了我 当然了 你别忘了 你是我们的接护人呢 如果孩子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那纳兰公子的脸还往哪放啊 孩子们 还累不累啊 不累 不累啊 那我们走好不好 好 走 走 走喽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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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点 哇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简直就像皇宫一样 真漂亮 来来来 给你们吃巧克力 叔叔 这巧克力真好吃 我还要 还要啊 都给你 如果大兰叔叔天天陪着我们玩 那该多好啊 叔叔既不会做饭又不会洗衣服 天天在一起怎么照顾你们 那让戴老师留在这儿 天天为我们洗衣服做饭 那该多好啊 那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那兰叔叔就是我们的爹 戴老师就是我们的娘了 对 去拿水喝吧 去拿水喝吧 少爷 路上还安全吧 安全啊 干嘛这么问 这阵子 遥传来了一帮土匪 杀人夺货 无恶不作弄得人心惶惶的 那我们怎么办 放心吧 这只是姚传 他说如果真有土匪 也不会到我们山上来的 放心吧 好 起伤 怎么了 没关系 别过 别过 没事 没事 今天 我们去参加渡河比赛 绝对不能输 一定要赢 我们罗汉堂有必胜的把握 我们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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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去 去 师弟 看来你们罗汉堂的弟子已经想到渡河的方法了 这个鬼角七倒是有点会问 居然让他悟出玄机了 荡摩堂的弟子就差得远了 两手空空毫无准备 这回十有八九 要输给你们罗汉堂了 渡河 开始渡河 好 好 黄飞虎 我们已经成功渡河了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师傅 你先过 师傅快点 师傅小心 师傅 好 看我的 飞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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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竟敢误入佛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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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小子竟敢误入佛祖 我今天要重重的罚你 我没有啊 没有 你看 佛祖臭属同是一样 你竟敢将佛祖与臭属相提并论 这是大大的不敬 师傅 没有啊 看清楚 你看 众生平等皆可成佛 他没有辱墨佛祖 同是众生 佛祖是众生 臭臭也是众生之一 当然平等了 师弟 他没有辱墨佛祖 好 连关 到你了 过来 快点过来 连关 过来 快过来 快点 连关 过来 马上过来了 快点 快点 好样啊 连关 快点 倒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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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关 倒过来 连关 小心啊 你怎么搞的 连关 快点